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来 亲爱的众姐妹 前一阵子我们教会在分享主导文 对不对 我不晓得你们还记得主导文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 你们都会背了 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意思是说 祂要教我们祷告 是为我们生活的一切的需要来祷告 对不对 为生活一切的需要来仰望上帝 耶稣告诉我们 天父很在乎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 那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祷告 内容 90%以上 都是跟每一天的吃喝都有关系 对吗 都是跟日用的饮食有关系 包括什么 我每天我需要吃喝 包括我需要 买衣服 对不对 我要住的房子 我读书 补习 我要工作赚钱 我的婚姻 我的爱情 其实包括我要怎么花钱 对吗 钱 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日用的饮食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耶稣在讲的是什么 天父很在乎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 不会因为你今天来到教会 你今天信了耶稣过后 突然间 你就觉得说 这些吃喝都不再重要 所以你认识的牧师 都好像在家里只能够 哼 祷告 然后每个礼拜天 在台上分享一点信息 然后回去继续在家里的 哼 然后就 哼 哼的一个就飘起来了 好像做仙的这样 现在两件不是 信耶稣过后 你的日常生活还是很重要 很多人都会问说一件事情 牧师 那主导文说好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那到底上帝是用怎么样来赐给我们 因为可不可以接地气一点点 让我知道上帝会怎么赐给我们 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回应我生活当中的需要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是非常的实际 非常的实用 我要从圣经里面 跟你分享 其实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很多 一关财务的管理 我们不单单是来信耶稣 我们认识耶稣 我们这一系列已经长第三讲了 财务的教导 我们好好来学习 阿们吗 我们今天来看看 上帝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 来回应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 那我们先来念今天的经文 记载在 旧约的先知书里面 在列王记 总共三张 三页而已 那最后一个到迦拉泰书 好吧我们跟那姐妹 我们就大声的先把神的话 一起来念过 列王记下 六章一到七节 我们一起来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 看啊 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 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 他说你们去吧 有一人说求你与仆人同去 回答说我可以去 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斧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 挨栽我主啊 这斧子是戒的 神人问说 掉在哪里了 他将那地方指给以利沙看 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 抛在水里 斧头就飘上来了 以利沙说 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加拉泰书第六章五到八节 人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人种什么收什么 顺从本性撒种的 从本性收取败坏的恶果 顺从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取永生 好那神的话就念到这边 主要记得在列王记 旧约的列王记跟加拉泰书 继续分享之前 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主你的话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使与人通达起来 天父谢谢你 主啊你让我们知道 就算我们信任你 主啊你告诉我们 你很在乎 我们每一天日常生活的需要 主你把好多的智慧 放在圣经里面 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管理自己的财物 天父谢谢你 主啊你愿你开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奇妙 主愿你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的心 是领受你的话语 主你开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的耳朵 我曾听见是主是你的声音 在对我们说话 主我们祷告我们每个人里面 心就像一块的好苦 主要能道一洒下去的时候 主我们期待看见有三十倍 有六十倍的成长 有一百倍的收成 天父谢谢你 对我们说话 我们凭着谦卑的心来领受 这样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名所祈求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看猎王记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刚才姐妹念了一段的经文 有一群的先知 有一群的先知 可能是我们不晓得 可能是先知学校 又或者是我们说 所谓的神学院吧或什么 这些学生们就跑来跟 以丽莎说 老师老师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太小了 好不好 我们去盖大一点的房屋 有没有 圣经有没有这样讲 对吗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到当一个人信耶稣过后 面对你生活上的需要 圣经没有说 你信耶稣了 你是属上帝的人 你干嘛你吃住都不重要 圣经没有这样讲 对吗 你吃跟你住的地方 是不是还是很重要 不然先知干嘛要 属神的先知啊 不然他干嘛要去盖这些房子 因为这不够住嘛 而且你知道他的老师是谁 以丽 以丽莎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丽莎 在旧约记载里面 她是大先知 她是 到后面你会看她 用神人来称她 代表她是神 她使用的仆人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先知 学校的先知们 没有跑去跟以丽莎说 老师 你是大先知 你代表上帝说话 你说话都会成就 好不好 你变一栋房子给我住 好不好 你跟上帝祷告 祷告怎么样 一定要超自然的 就现在 立刻 马上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问题 她有这样讲吗 没有 对不对 那些门徒是跟 那个以丽莎 以莱莎说什么 看到我们生活有问题 有问题之后怎么办 那我来 我们来盖房子好不好 这些先知 有没有很实际 其实很实际 对不对 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 今天我信耶稣过后 上帝要用怎么样 他的方法 来回应我日常的需要 我很多的需要 但是其中有一个 很重要的原则是什么 亲爱的同姐妹 你跟我我们 有自己财务上的责任 阿们 先知也是这样子 你帮我 跟你左右两旁 你跟他提醒好不好 我们有自己财务上的责任 你帮我提醒你左右两旁 不晓得你 听到这个责任 这个字你觉得 喜欢或不喜欢 喜欢 我跟你讲 喜欢的人有福 因为很多人 现在真的很多人 不是很喜欢这个字 责任 那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说 到底责任它是什么意思 其实当你真正认识 责任它是什么意思的时候 你知道你的生活 你的生命会开始不一样 牧师常常这样子说 我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就常用英文来看 OK 英文的责任是什么 responsive responsibility 拆开来 它其实是复合字 它是两个字 粘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它是 respond or what poverty no respond the abilities that God put in you 原来责任 可以这么说 就是 其实当你担任 那个所谓的责任的时候 其实神知道你是有一些能力 祂给你 而你只是在回应 祂所给你的能力 你现在有 阿们吗 所以你对那个责任 这两个字 要开始去改观 你不要觉得说 我又被教这个 我老板又教 不要 我当拼 我要钱多事少 离家境 我要 现在就这样 责任 respond the abilities that God has put in you 只是回应 上帝放在 你里面的 那个能力 所以亲爱的同姐妹 当我们讲到 财务的责任的时候 你只是在回应 上帝放在你里面 可以管理财务的 那个能力 阿们吗 你说 财务的责任 我不要 那就是说 代表说 我们不用去回应 上帝原来在我里面 有放财务的能力 如果上帝没有在我里面 放财务的能力 那我就是poverty 我就是贫穷 I'm not making money I'm not saving money 我不是富有的 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知道说 原来这个责任的意思 是回应上帝 放在你里面的能力的话 你开始就会有 不一样的看见 阿们吗 很重要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经也有这样的原则 我们把加拿大 第五章 花线的地方 一起来念过好吗 一二三 请 人人都应该 为自己的行为 加拿大书 这一段 这一段是在讲什么 当然是讲教会 那个人跟人互动之间 但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放在我们生活 当中的财务的原则 也是一样的 圣经说什么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当为自己的财务 来负责 阿们吗 到目前为止 应该没有很难吧 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为自己的财务 来负责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想要 在我们的财务上 是健康的 来 开始讲了 你跟我真的 不需要去看别人 你跟我真的 不需要去怪说 你知道吗 那个景气怎么样 政府又怎么样 或者是我们就说 对啊 我很羡慕别人 有个有钱的老爸 我没有 其实你真的不用 去担心这个 因为圣经在讲什么 你跟我们每一个人 有财务上的责任 自己的责任 阿们吗 那你说财务上 什么样的责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本上 有两个责任 供应的责任 跟规划的责任 第一个很重要的 be able to provide 我们有什么责任 财务上的责任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有办法去供应 我生活上的需要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所爱的家人 他生活上的需要 同意吗 到目前很简单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神呼召我们 做一件事情 尤其 弟兄们 不完全是这样子 但是大部分的男生 我们在家里面 是要去做供应的 阿们 OK 我常常跟还没有结婚的 男生女生这么说 你听听看 如果你们认真的想要交往 甚至就是朝着 婚姻的方向往前去 牧师有个建议 你先看看这一个人 他有没有基本能够 养活自己的能力 阿们 我不是说 对方一定要赚多少 我不在讲这个事情 我不是说对方一定要 什么职业 什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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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师 工程师 反正你讲什么师 都不会讲牧师 因为牧师没钱 这不是说 对方一定要赚多少钱 都不是 但是 这边在讲的就是 有个财务上的责任是 男生或女生 我们要有基本的能力 可以供应我生活上的需要 阿们 那包括什么 包括结婚过后 有的啦 不完全是这样 有的是男生会 在外面赚钱来供应 那女生比较多 可能是在家里 照顾孩子家庭的需要 也是供应家里的需要 阿们 你要听懂 姐妹在家里 你不要以为赚钱才叫供应 OK 在家里 也是有那个供应的责任 那我知道有的家庭 他可能男生女生 是颠倒过来 姐妹比较 对赚钱 可能机会也 能力也到那边 他是在外面赚钱的 供应家里 那有的是先生 OK 先生是在家里 他把家里打理得 非常非常好 那也是供应 这个没有对错 你们夫妻讲好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 但重点是什么 Be able to Provide Amen 那第二个 财务上的责任是什么 就是我们也需要 对我们未来的财务 是有规划的 OK Amen Plan for our future 我们来看看 神的话怎么说好吗 第七第八 我们就一起念过 一二三 请 人中什么 收什么 顺从本性撒种的 必从本性收取败坏的恶果 顺从圣灵撒种的 必从圣灵收取永生 现在这边神的话语 非常非常清楚 他的原则是什么 人中什么 你就收什么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今天渴望 要怎么样的收 收获 我就要先怎么样的 撒种 这样的道理可以吗 用重点来说 我希望我收的是 大麦 总不能我 撒那个西瓜的种子 总不能我想要 收小麦 但是我觉得我根本 什么都不需要做 你如果想要怎么收获 请你先要怎么样 撒种 栽种 阿们 所以今天就请你们 神的话语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如果你跟我 我们顺从我们天然人的 这样性格 我很自由浪漫 我花钱就觉得无所谓 你知道 你太讲究了 我们轻松一点 有弹心一点 很自由浪漫的花钱 坦白说 如果我们没有学会 什么叫节制 什么叫管理钱财的话 我们收的 大概会是贫穷 阿们 会有钱进来 我还是在工作 我还是在赚钱 但是 你会觉得奇怪 这几年下来 我怎么好像 手头还是很紧 好像也 也存不了什么钱 对不对 所以今天両姐妹你知道 花钱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花钱 我觉得大部分人 应该都喜欢花钱 我给你讲 花钱的时候 好过瘾 够不过瘾 爽快 舒服 尤其那个刷下去的 紧张 哎呀 然后包裹一打开 你想 什么时候我买过这东西 花钱其实是很过瘾的 但是 但是今天両姐妹 当我们钱花得差不多的时候 快晚的时候 可是下个月还没出料 那个下个月的钱 还没进来的时候 请问你跟我 会不会把自己弄得 很紧张 很压力 其实会 包括 因为我以前是带学生的 包括 年轻人刚出来工作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有信用卡 对不对 一直刷 今天両姐妹 你要知道信用卡 刷的时候是没感觉 对不对 你知道它有个 它有个东西叫做 循环的利率吗 诶 信用卡的利率很高 对不对 亲爱的両姐妹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信用卡的循环的历史 千万不要让自己 陷入到那种 你要用卡来还卡债 卡债是很可怕的 一件事情 亲爱的両姐妹 不好的债务 debt right 现在还不是讲房贷 房贷算是健康的 一个贷款 投资等等 但是很多消费的 那个债务 不好的债务 会让人很难有钱 同意吗 阿们 所以今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今天両姐妹 当人按照神的智慧去做 来经营我们的财务的时候 你渴望怎么样收获 圣经提醒我们 你现在就要怎么样去撒种 阿们吧 你帮我提醒你左右两旁的 你渴望怎么收 现在就要怎么中 阿 对 所以你跟我对未来 是要有想法的 现在両姐妹 我们是有一个规划的责任 在里面 可能 有些両姐妹说 牧师我对数字 可能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这概念 但 你说都是我老公在负责 也OK 但是我觉得 尤其你青少年 尤其你刚出来工作 你真的要开始操练一件事情 你不需要成为什么财经专家 你不需要成为什么理财专家 但是你开始要学习 规划的一个思想 这个思想会让你富有 阿们吗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第一个 亲爱的両姐妹 我们要怎么用神的方式 来回应我日常的需要 第一个 我们有自己财务上的什么 责任 帮我再提醒你左右两个 好不好 我们有财务上的责任 来 第二个 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要让上帝参与在财务的规划当中 来再跟你左右两趴 你跟他说一下 让上帝参与在财务规划 千万要让上帝参与在你自己的财务规划 不是你自己的规划而已 我们继续来看先知的故事 到怎么样说了 你看这边 一开始我们讲到先知他们要盖房子 因为不够住 那以利沙他们就开始说了 以利沙说什么 她说什么 你们 你有需要 你说我想要换房子 你跟上帝说 上帝说 去吧 今天弟兄姐妹 这个在原文不是只有 去吧 上帝说 OK 但你们自己去 我留在这边就可以了 英文直接的翻译 You guys go Go But you guys just go along 你们自己去吧 今天弟兄姐妹 来我们看到神的话在这里 你想要更好的生活 我憧憬有我的家 我需要更大的房子 我需要投资规划等等 你跟神祷告的 神说什么 神说 Go Go do it 我 我不反对啊 这个也没有问题 But just go OK 但是有一个人 他很聪明 不要只有go 因为上帝有时候 他 这个东西没有对跟错 但上帝会说 Yeah you can go along 有一个人他说什么 我们一起把第三节 黄色的字一线 一二三金 有一个人说 求你与仆人同去 先知回答说 有一个人说 你跟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我跟你讲 亲爱的兄姐妹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厉害 你知道我在回到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需要大一点的房子 我需要可能 有一些投资的想法 方方面面 我需要可能 我换车 生活好多的需要 对不对 上帝说这本来没问题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个关键在哪里 让上帝参与在 我们的财务的规划当中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第三节的这个 求你与仆人同去的 这一句话 我告诉你 到后面成为整个故事 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 我们待会看下去 你都知道 因为为什么 亲爱的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财务 讲钱的时候 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听 很多时候 我们心里有一个想法 我们不一定会这样说出来 但是我在台上 我说给你听 把你的心声 说给你听 我们会这样子想 就是说 对我来到教会 然后我打开圣经 看到神很多 关于钱财的一些的智慧 一些的原则 我听了我也都同意 我就觉得 阿们 但是很多人 我们离开这个门过后 我们回到家 我心里还是觉得一件事情 上帝啊 这个钱的事情 你还是不要管太多 我们不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的心 常常会这样想 你知道为什么 上帝不要 你不要管我吗 因为上帝 你不要管我的钱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 我怎么样 爱用我的钱 我就怎么样用 我爱怎么样用 我就怎么样去花它 对吗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人性当中 有一个很特别 很矛盾的一个点 我们人性是这样子 我们一方面 我们跟神祷告说 上帝啊 求你大大的赐福给我 祝福我的投资 祝福我的理财 让我钱多多 对吗 钱多多 这是我们的祷告 可是二方面 我们人常常跟神说什么 上帝 但是啊 钱多多之后 你不要管我怎么用钱 钱用钱 你会觉得人性很奇怪 然后我们在碰到 财务的困难的时候 我们说上帝啊 我的投资 我的股票一直在点 你帮我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是我的房地产 怎么样投资过后 然后再过来跟神说 主要 但是你现在 我富足 你不需要管我怎么用钱 现在你用钱 人性很奇怪 我们常常不会说出来 但是我们是这么地去做 那牧师在台上 我比较勇敢 我就把这整个陷入历程 帮你说出来了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有一个人 他非常非常地有智慧 会救了他的财物 他们跟人说 主要我要买房子 我要投资 可是我们有一个要求 可不可以你跟我们在一起 圣经说什么 第五节 我们把第五节 黄色一起念过 一二三 请 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 斧头掉在水里 他就呼叫说 爱在我的主啊 这斧子是 哎呀真是的 我跟你讲 还好有以利沙就跟去了 这一个人 他开始就做投资 他开始 你知道 他盖房子不用现金 他借钱 他贷款 他贷款来投资 他连斧头都是怎么样 要借的 OK好 接着同学们 房子盖到一半 发生了 我们说意外嘛 就是意外发生了 他的意外什么 他那个借来的钱 那个斧头啊 借来的财物 就掉到水里面了 没了 他就大喊什么 爱在 这个英文 他说 Oh no 这个钱是借来的 这斧头是借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如果你是这个人 你是这个门徒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你会说 哎呀感谢主 还好那斧头是借来的 是别人的 不是我的斧头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你知道我们有的人是这样找 我们对自己的东西是非常 要比较珍惜啊 你知道我们的车就 哇 一点灰尘都不可以 在上面吃东西 下车 但是我们用别人的斧头 感谢主持人的斧头 我们看怎么样把它弄起来 我们好像对自己的东西 会比较珍惜啊 一般的人性 对别人的东西比较 比较随便 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人 会借你东西的时候 借 是因为信任 可以吗 或者是在财务上我们说什么 信用 可以这样吗 借 是因为人家信任你 是因为 你有相当程度的信用 如果你没有信用 请问人家会把钱借给你吗 好 接下来弟兄姐妹 别人的东西 你还是要还的 同意吗 我们华人师有一句话 有借 有还 再借 你们都会是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包括财务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们需要财务的规划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真的就会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一些的状况 就发生什么 爱在 Oh no 我这个借的钱 我的斧头 我身材的那个工具 可能我不知道你是车 车就 哎呀 就我们生活当中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你看 前几年嘛 我们不是新冠疫情吗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各式各样的一个斧头不见了 就丢到那个水里面 都找不回来的 什么意思呢 你看 我们不是有lock down几次吗 我们当中当老板的 我跟你讲 紧不紧张 紧不紧张 压不压力 虽然政府有补助 但是跟我们好好的做生意 那个收入是差很多的 阿们吗 对不对 那整个大环境的景气就 你突然间就来了 你这当老板 你这不能出粮 哎呦 那我们有的人是 我打个比方 我们有的人是 大部分是拿薪水的 对不对 如果有一天好不容易 你工作几年 然后你贷款 然后你买了房 对不对 你很开心 牧师说房贷还OK 是健康的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身体 出了一些状况 对吗 或者是我们 我们 我不晓得 工作上出了一些的 一些的问题 我工作没了 那我问你 你银行的贷款 需不需要继续还 你可不可以跟银行说 我们当中有会计师 你跟我 如果我今天就没有工作了 我可不可以跟银行说 我没工作了 我银行贷款 你可不可以帮我免了 可以吗 有没有这样子 还是要还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问你 讲到钱财的时候 我们今天打开神的话语 讲到这边 我就要问你一件事情 你跟我 我们有没有基本的财务的规划 对吗 因为你的斧头 你很用力 你不是在懒惰 但是你砍砍砍的时候 然后就不小心脱手了 你不晓得 你心里从没有想过要脱手 可是那个力道太猛 因为你很用力 在工作 砍了就飞出去 飞出去的时候 完蛋了 这斧头也是借来的 是我赚钱的工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问的一件事情 神的话语告诉我们 你跟我 我们每一个月 每一年 钱如果进来的话 有收入 那请问 怎么分配 对不对 规划就是 就是要问我们 你的钱怎么样去管理 怎么样去分配 因为以至于什么 牧师要提醒你 以至于有一天 你的斧头 掉进到水里面去的时候 你生活当中的钱 还是要出去的 难道不是吗 要吃 要喝 要电费 要交通费 还是要一直出去 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的话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你要让上帝 参与在你自己的财务当中 你要真的去规划 你自己的财务 神的话语问我们 一些的问题 就是 我们是有责任的 第二个呢 你有没有基本的 财务的规划 如果你没有 那牧师会在这边 打开圣经 我就提醒你 越早开始越好 我跟你讲 财务规划这件事情 你不要到很厉害 说我一定要上什么课 怎么样上什么班 我才会财务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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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我鼓励青少年 现在就可以开始 包括你 你从刚出社会 现在拿第一份工作 你现在已经开始规划 越早越好 你如果说不会 我跟你讲 没关系 我们可以来学 但是一点一滴的 现在开始最好 阿们吗 我们帮我给你 走两趴 你说现在开始最好 规划 那你说 牧师怎么样规划 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idea 那牧师这边 给你一个基本的概念 来参考好不好 因为我在很多的 青少年 包括很多刚出社会的 你没有这个一个概念 那我这边有一个叫 1531的理财的法则 这个是我以前 跟一些的基督徒的长辈学 他们是做生意的 然后他们也是在 教会当中服侍 我看了他们的声量 我也蛮 我蛮羡慕的 我觉得他们在社会上 非常的成功 在教会里面 他的声量是让我非常羡慕 我就跟他们请教说 叔叔 请问您是怎么样理财的 那我还先跟你说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 我现在已经没有造这个 因为为什么 这个特别适合刚出来工作的人 或者是你根本不晓得什么 叫做财务规划 我给你一个idea 等你慢慢 你对你的钱财理财 有慢慢更成熟的时候 你会有更适合自己的一些的做法 但是我们今天先来先看看 怎么样规划我们的理财 你可以针对你每一个月的收入 然后开始根据这个1531的理财法则 来分配 1531加起来等于多少 就是你100%你的钱 那你可以把这个1531分配在哪里呢 第一个就是十一封线 然后呢 5是什么 生活的支出 3是储蓄投资 最后一个1是风险的管理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跟基本的概念 那你非常需要来规划你的财务 我先分享第一个核心 十一奉献 来 亲爱的东西妹 我从小都被教导说要理财 那理财不是没有 没有 没有大脑 也不用去 你知道 就好像奉献就奉献 没有 其实十一奉献也是在你的规划跟管理当中 最核心的就是我每一个月的收入 最核心的第一笔的出去 那10% 我是预备好的 成为我的十一奉献 这个中心的这个十一是不能动的 其他的比例 你可以加减 你可以弹性 OK 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两周 我们都在讲一些财务的管理 对不对 包括上周 如果你错过上礼拜的信息 OK 你可以回去来 才去领受 我们讲到十一的奉献是什么 它的核心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讲到奉献 上帝不是乞丐 阿们 上帝不是在跟你要钱 上帝也不是好像 我们说什么 好像我们吃剩的鸡骨头 嗯 我们吃剩的鸡骨头 然后好像可怜上帝 我们就丢给上帝 好像捐个钱给他 No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是 这是我们之前看过的经文 对不对 我常常用个比喻 你听听看 今天你跟我如果要尊容 我们的爸爸妈妈 今天我们的心是想要孝顺 我的 我们的爸爸妈妈 请注意了 现在弟兄姐妹 神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不要把鸡骨头 你吃剩下的鸡骨头 给你的爸爸 跟你的妈妈 这个不叫做孝顺 阿们吗 这个是从圣经的比喻来看 你知道 这个不叫做尊容我们的爸妈 所以神的话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 我们一方面我想要孝顺我的父母 我就觉得他喜欢吃烤鸡 我就买了一只的 整个的烤鸡给他 但是我买了这烤鸡呢 二方面我自己觉得这烤鸡好贵 一只两百块牛币 我不舍得我自己花这个钱 然后我觉得花这个钱好委屈哦 所以呢我就先自己 因为我也爱吃烤鸡 对不对 我就先把自己烤鸡吃了吃了吃了之后 我把剩下的鸡骨头给爸妈 亲爱的兄姐妹 牧师常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 牧师要跟你说 爸爸妈妈不缺你这个鸡骨头 你听得懂牧师在做的比喻吗 爸妈会缺你的鸡骨头吗 我跟你讲 如果你只是想把鸡骨头给他的话 从按照神的话语来说 神会跟你说一件事情 这个鸡骨头还是你自己留的就好了 阿们 因为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 他不是路边的乞丐 好像必须要跟你要钱一样 你现在听懂这个话吗 亲爱的兄姐妹 很多我们把神的道理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家里面 你来看啊 我们就会就懂了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 其实也是一样 我们是把吃剩的鸡骨头 考虑要不要给上帝 还是说我们把最好的 第一份的可以给他 阿们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谁的故事 亚 亚萨对不对 阿萨 阿萨的故事你还记得吗 阿萨的故事上帝清清楚楚的也讲到 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 好不好 一二三 琴黄色的 耶和华的眼目 天查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全心信靠他的人 来 亲爱的兄姐妹 如果你还记得牧师 上礼拜讲的 请问这上下文在讲的 他这在讲的是什么 钱对不对 所以亲爱的兄姐妹 你要记录这一段在讲的是什么 钱 神在说他在看的是什么 那些愿意在财物上面 全心相信跟倚靠尊荣 他的人 上帝在找这些人 要显大能来帮助他 阿妈妈 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两三周 我们一直在讲的这样子一个 圣经的一个信息 上帝的是什么意思呢 整个1531的法则里面 前面那个1是不能够妥协的 这也代表了一件事情 我邀请上帝 进来到我整个家的财务的管理当中 等于说我这个整个家 你知道吗 那个公司啊 谁投你这个股是很重要的 如果一般小老百姓投你的股票 跟巴菲特 他愿意投你这家公司 那个后盾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十一奉献在告诉 代表我邀请上帝 这个所谓的大股东 来到我的财务的规划当中 我把那个股东的 那个大股东的写一份 其实他的名字写在上面 阿们 然后之后怎么样 我们可以按照 我们的生活当中 来调整后面的531 上帝说可以 没问题你去吧 去安排你的531 甚至有一天 如果你跟我的斧头不见了 很用力在工作 然后突然间 就到水里面的时候 神说你可以来找我帮忙 因为我是你家的股东 阿们 突然间有感动 祝福你左两旁的 让上帝成为你的股东 来 让上帝成为你的股东 我们来继续规划一下 我们继续1531 第二个是5 5是什么生活的支出 代表说 我大概有一半的这样子 一个规划 50% 甚至有人是规划60% 那是算在什么 食 一 住 行 欲 乐 我的账单 我生活的开销 整个的总金额 我一定要定一个上限 而那个上限 可能是在5或6 看每一个人的家庭的需求 不一样 那是什么 维持我们生活的一个品质 亲爱的兄弟 很多人的财务会出个漏洞 是因为他没有把这个5 这个定下来 以至于 他的这个5 冲到哪里去 冲到8 冲到9 我跟你讲 如果你没有去控制 你这个生活的支出 冲到8 你的生活会很紧 你说我管他的 我老娘就喜欢刷卡 不要 这句话 老子就是 对对对 亲爱的兄弟 5 你一定要为自己设一个瓶盖 你再怎么花 那个盖到了 你就知道这个月够了 不可以了 这个叫做财务的规划跟管理 阿们 还有接下来3 3是什么 3是代表我们收入的 可能30% 但有人到40了 看你怎么去调整 可以投在储蓄跟投资 那有的人 我鼓励 可能你是打工的 你青少年打工 或者是你刚出来工作等等 我鼓励就是你要开始去 可能有定存 到后来可能有一些的是基金 可能有一些是股票等等 doesn't matter 慢慢 不要贪 慢慢慢慢的 等你的资产不断的往上增加的时候 你那时候才去多一点投资的管道 好比什么 好比房地产等等 你不要一下子 刚毕业一出来 你就是想要投房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把所有的钱都去投股票 请你保守你的心 阿们吗 很重要 所以这个3代表什么 你可以去想一想 自己的财务的目标是什么 我常常跟年轻人这样说 短期 中期 长期 短期就3到5年 你自己去设想 我今天我出来工作 那未来3到5年 我有什么短期的目标 是我希望可以在财务上可以看到的 阿们 牧师今天跟你讲的道是非常实际 我没有跟你讲很玄的道理 第二个中期是什么 如果说5到10年 有没有什么样一个财务上的一个目标 是我希望可以在我的家里 5到10年 基本上你20岁出来工作 你那时候到30岁 你希望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包括很多人开始组织家庭 你想要一年出去玩一次 要不要钱 你要先放在里面 你要去想5到10年 我可以有怎么样的生活 然后来长期的目标 那10年15 20年 我可以怎么样 但亲爱的众姐妹 不管你怎么样去规划 30%大概 是放在投资跟理财方面 有计划的 一步一步的去完成 阿们吗 所以这是3的部分 我们最后来到1 1是什么 风险的管理 这是万一你的斧头 你很用力 那个斧头不见了 意思是说 你可以定期把你的十分之一 最后最后收入的一点点 你可以用在那个风险的管理 好比什么 好比医疗保险 好比一些所谓的人寿保险 他在讲的意思是说 我要预备让我的生活当中 如果有一些突发的状况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有准备的 这个部分 有斧头不见的时候 我是可以 随时可以提供我的家 那个保障 经济上的保障 很实际的保障 阿们吗 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你要有一小部分 是拿来放这个 斧头不见的时候 该怎么办 那有人是用保险 有人说额外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 亲爱的众姐妹 你要有一部分的钱 是做风险管理的 阿们吗 所以今天牧师要跟你讲这东西 每一个人 你跟我的财务的实际的状况 不一样 需要也不一样 所以我跟你讲 没有所谓完美的公式 但我这边可以给你一个 很好的比例 可以来参考 尤其是什么 尤其你今天说 我今天才听到说 牧师有这个1531的法则 我从来都没有过 那好啊 你就从这里开始 阿们吗 尤其年轻人 我跟你讲 二三十岁的人 我鼓励你 你不要觉得你是打工 你好像没赚什么钱 你不要觉得 你刚出来工作 好像没赚什么钱 但亲爱的众姐妹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15年过后 你再回来谢谢我 好不好 很重要 好不好 你帮我提醒 就有两旁了 财务规划很重要 来 财务规划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你不要去听 有些人说 随便啦 无所谓 不是很多钱 什么 我跟你讲 那个可能会有例外 但你不要去 你不要去听别人怎么想 圣经中的财务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家庭中介面 第一个 你跟我有财务上的责任 第二个 我们邀请 上帝参与在我这个财务的计划当中 阿们吗 很重要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先知着斧头 继续掉在水里面之后 发生什么事 六七节 我们一起来念 一二三七 神人问说 掉在哪里了 他将那地方指给 以利沙看 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 抛在水里 斧头就飘上来 奇怪了 以利沙说 拿起来吧 那人就 伸手拿起来 亲爱的兄弟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 你知道那斧头 掉了 我们以为说没救了 没救了 但亲爱的兄弟们 神人就问一句话说 掉在 哪里 你会觉得这句话 问得很奇怪 那个人就说 我的斧头就是 掉在那一个地方 结果非常奇妙 以利沙 好 我要帮助这个人 因为你邀请我 当你搭股东了 你要盖房子 你邀请我来 OK 我也得供 他就折了一根树枝 斧头 会沉下去的 树枝是怎么样 可能就 他就说 掉到那地方 然后神人就把 那个 丢到那个地方 一丢的时候 结果他的斧头就 就飘上来 亲爱的兄弟们 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 斧头在哪里沉下去 上帝出手的时候 会在那个地方 浮起来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你跟我的财务状况 出在哪里 上帝给我们的帮助 也会在远的那个地方 浮起来 所以今天如果你跟我有让上帝 参与在我们的财务里面 我鼓励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问题 带到上帝的面前 然后上帝会让那个问题 你跟我财务上的 碰到的那个问题 开始浮现出来 你会开始看到 我的问题在哪里 可能上帝会让你看到 一件事情说 是不是 我太习惯花钱了 你知道 我就 好爽 哇 那个花钱好爽 以至于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 刷刷刷买买买买 我控制不住 以至于 我今天才听到有1531 但事实上我只有91 91 就你知道 就1 然后就 我不够 所以那个问题浮起来的时候 可能上帝会让你开始看见说 原来 生活当中你花太多太多的钱 以至于你生活是不够用的 以至于今天你车子随便一坏掉 我跟你讲 你连保险的excess fee 你都还不出来 这不是很紧张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你连保险的基本的费用 你都还不出来的时候 你就开始觉得好紧张 你就觉得好 为什么我没钱 更何况如果今天 你车子还是贷款买来的 哇 你车子都撞了 保险又不能够修 然后连贷款 车子的贷款又一直 今天连保险 没完没了 所以你知道吗 当你邀请上帝进来的时候 他会开始调整你里面的财务的状况 他会让一些问题 之前哪里掉下去的 那个地方的问题会开始浮现起来 到底 我那个80%的那个spending 那个钱 我到底花在哪里 神会让我们看见 你的钱是怎么花的 哪里不见 神会让这个问题开始浮现起来的 很多人有的是什么 神龙哥 对对对 这花钱买酒买的比较多一点 很多人很多人花钱 在买一些自己喜欢的玩具 我不是讲小孩子的玩具 大人有大人的玩具 我跟你讲 男人的玩具 最贵 你不要笑 男人有男人的玩具 女人也有女人的 我就不说了 但是上帝会问你一件事情 你的斧头 掉在哪里 上帝会问你说 你斧头掉在哪里 然后会让你看见说 你说那里那里那里 然后浮起来的时候 会不会让你看见一件 原来对我 我其实财务上 有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我财务上 我都没有在十一奉献 那上帝把那个斧头 扶起来的时候 他就问我一件事情 那我要不要试试看 来尊荣神 来信靠他 从今天开始 我就试嘛 试我也不会 反正我都一直欠债 我也不够钱 那今天上帝说 唯一是奉献我 是我可以试他的 那我就试试看 没有用我就不干了 对不对 搞不好那斧头 就扶起来的时候 让我看看 我是不是在十一上面 我可以来真正尊荣神 我的问题是不是出在 原来神让我看到 我没有在做 财务上的规划 原来难够我钱 一直不够用 亲爱的同学妹 当那个问题 浮起来的时候 我们要回到那个地方 好 让我们的斧头 再一次可以 回到我的手中 我们看神的话怎么说 你看很有意思 这个人将那个地方 赐给伊丽莎 伊丽莎那个木头丢 飘在水里 木头浮起来之后 第七节 她说什么 一起来念 一二三 请 伊丽莎说 拿起来吧 那人就怎么样 亲爱的同学妹 你要知道 神不会去做 你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我刚刚说的 他是你大股东 你的斧头 掉到水里面 神用一个木头 就让那个斧头浮起来之后 但是 千六经本 你要知道 神不会去做 你原本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斧头浮起来过后 伊丽莎说什么 谁拿 谢谢你 自己拿 神没有说 超自然 就免掉你的斧头 我给你全新的 我在Miter 10买的 比你以前更好 没有 你还是原来那一把斧头 还是原来那一个地方 而且浮起来过后 伊丽莎说 你要自己去拿 而那个人就怎么样 他那一个人就伸手 去拿起来 来 亲爱的同学妹 意思是什么 上帝他是最棒的爸爸 我跟你讲 上帝他是最棒的理财教练 你可以花很多钱 你去上这个课 上那个课 我跟你讲 你去问上帝 他让你的斧头浮起来的时候 他教练 教导你什么 请你自己 去做 你应该 要做的事情 好 让那个财富 可以再次回来到 你的身上 阿们吗 你有没有看到这件事情 我们从神的 圣经的原则来看 你有没有看到 圣经一直在重复的 一些什么概念 就是你跟我有没有 财务上的责任 那那一个人 扶起来 他的责任是什么 Respond 他的什么ability Go and take 难道不是吗 如果我在财务上 我这边掉下去了 神 神 启示我一些的 一个状况 因为我邀请他 在我的财务规划里面 那启示了过后 我是不是就躺着不干了 我什么都不用做 No 我的责任还在 继续回应 上帝给我的能力 好好地 负上我的责任 让那个斧头 再一次 那个财富 再次可以回到 我的手中 阿们 所以今天 兄弟们 责任 跟让上帝 参与在规划当中 今天的信息 非常简单 是very very practical 那我就跟你分享 一个故事 作为一个结束 所以我也鼓励你 如果你还没有 在做财务规划 牧师鼓励你 现在可以跟上帝 来祷告 怎么样负上 这个责任 如果你还不晓得 什么叫财务规划 好不好 今天给你一个参考 1531 理财的原则 责任是什么 不是要你做得多完美 你愿不愿 今天有个开始 对吗 真正在投资 真正在储蓄的 你从20岁开始 跟你从50岁开始 我跟你讲 财富累积的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越早开始 你越好 阿们 这是我们的责任 牧师也邀请你 让上帝 参与在你的财务当中 我跟你分享的故事 作为一个结束 你们都知道 我家的孩子 五岁过后 我牧师会非常慎重的 给他们一个祝福 他们收到 从爸爸来的第一个 最棒的祝福 我觉得最棒 他们不觉得 是什么 还记得吗 账本 对吧 OK 我也在教他们 开始有关于 十一奉献 然后他们也在 慢慢学 会有挣扎的感觉 of course 很正常 但从小开始 慢慢学 也慢慢在学 那个所谓的 心痛的感觉 因为当他们从小 开始看到原来 钱是有力量的时候 有能力的时候 他们就会开始 有心痛的感觉 但是他们又看到 神的供应 十一操练 他们不断地操练 困难 挑战又来了 前两个礼拜 只是在推动 那个小孩 有没有健康奉献 有没有 小孩的口号是什么 One dollar A day 好 你知道 这个不是十一奉献 对不对 这个其他的 额外的理财的规划 你知道我就把 那个这一张 拿回去 给我们家的 三个孩子 来来来 你自己读 教会的指示 现在来推动 这个东西 健康 One dollar a day 现在讲 结果他们就开始 拿出他们的账本 什么叫做 One dollar a day 他们也 Easy One dollar a day Easy 不对 整年下来是多少 他们就开始算 他们就说 哦 你知道突然间 大家都没说话了 没说话 脸超臭的 所以如果你讲到前 你的脸很臭 牧师我知道 我的人性 我的孩子脸超臭的 然后他们就 我其中一个孩子 就不用说是哪一个 因为那不重要 他就崩溃了 情绪崩溃 One dollar a day 然后看到 你知道 我告诉你 他好挣扎 Like Really struggle 他说 他说 爸爸这样我会没钱 我说 确实 One dollar a day 如果从你的账面上来看 It is something 这不是 It's not a small deal 这是有东西的 有感觉的 好大一部分 在你的账户的账本里面就不见 对吗 然后我说爸 我就问他说 你的感觉怎么样 他说爸 我 不知道 他的脸非常臭 然后跟我聊天聊一聊 我们在写账本 然后他就 他就跑到房间去 就不开心了 你知道吗 那我就跟他说 You know This is extra 这不是十一奉献 我说你 爸爸拿回来 是我鼓励你可以自己去祷告 Right 我常常跟我的孩子们这样说 你去祷告 然后你告诉爸爸 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然后他一直想 他一直看着什么 爸 我没钱 我没钱 没钱 我怎么办 没钱 我怎么 爸 我没钱 要不要奉献 要不要奉献 我说你不要问爸 你就去祷告 因为是你的钱 你的财务 爸爸要教导你的 是开始要为自己的钱来负责任 那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呼召出来的时候 你为你自己祷告 然后 我就说 如果是神感动你的话 那神一定会供应你 这句话在我的孩子上面 好像说不同 要怎么供应 他说 爸所以你也给我钱 对吗 我跟他说 对 爸想一下 可是这样有点奇怪 你决定要奉献了 你扣掉 然后爸帮你出这笔钱 It doesn't sound right 我就说 孩子我爸爸会供应你 可是这件事情上面 好像这样子做也不对 那你干脆就爸奉献就好了 我说 那我就跟他说 爸不会供应你 但是 但是我说 孩子你还是可以 你去跟上帝祷告 How is he going to supply me 我的孩子一直问这个东西 How is he going to supply me 我又没有工作 他讲的有没有对 如果钱就是你给我的嘛 对不对 对 我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How is he going to supply you 可是重点不是爸爸要你奉献 是你自己去问上帝 Anyway 那天晚上他脸超臭的 睡着之前我习惯 带领他们祷告 那我那个孩子他跟我说 爸 他把那个账本给我 他说爸 你帮我扣钱吗 你扣了 你扣了 我说什么意思 Do you want to commit like one dollar 你要委身 I mean Hey No joke 现在是我自己 我自己 我说 No joke 他说爸 你就帮我扣 我说你确定吗 我说你确定 他说Yes Yes 我确定 那我就换我问他 那上帝要怎么供应你 他说I don't know 但这件事情就这样子过去了 You know 我觉得有时候孩子他非常单纯 单纯的相信 可是也单纯的挣扎 对吗 对吗 Struggle 钱哪里来 But he said He 我说出我儿子是吧 我儿子对钱 我祝福他以后承载财富 但是我从小就好好训练这个人 其实重点都不是钱的问题 重点是人 你能不能扛得起财富 他很单纯 但他也很挣扎 他祷告过 他的心里就顺服了 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亲爱的同姐妹 我跟他说 我跟儿子说 爸绝对不会出这一笔钱 如果真的没有进来 你就是扣掉365块 A dollar a day 当我们在做这个决定过后 也扣了钱过后的两天 我爸妈突然打电话来 他说 其实你知道过年 这长辈会给孩子红包 他们其实一直希望我们可以回家过年 但我们都一直没有回去 所以其实他们那边有一些的红包钱 是要给孩子 但是一直没有能够亲手拿给他们 然后我爸妈就不晓得 那天晚上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就有感动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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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要再 现在都六月了 还是五月底 他就说 就是现在 说我们要转到孩子的账户里面去 我一听 真的 然后我就跟我孩子说 嘿 公公婆婆说 红包他都有帮你留着 然后他转过来 然后他就因为转账很快就转过来 你知道吗 我的孩子在隔天 他来走过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 说爸 上帝是真的 他真的会供应我 神真的会供应我 亲爱的姐妹 这只是一个小小孩的故事 我说我不帮他付这个钱 他也有挣扎 但是他也很单纯地去信靠说 我管他的 那我有感动 不是 当父亲的我没有强迫他 因为奉献要甘心 乐意地来回应 所以那个时候 你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想说孩子 你真的 爸爸也为你的信心 感到觉得拍拍手 因为我也不晓得钱从哪里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孩子的故事让我想到 就是天父其实很在乎 我们生活中的需要 不会因为我们信耶稣过后 好像突然间就 不需要吃喝 不需要吃住这样子 但今天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跟我也需要操练 怎么用上帝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日常的需求 阿们吗 上个礼拜 其实如果你没有听到牧师在讲道话 我就跟你讲 牧师的核心的信息就是 我鼓励你跟我 我们操练自己 成为那一个 可以信靠上帝的人 也成为那一个 可以让上帝信任我们的那个人 我们在财务上其实是有责任的 那我也奉神的名来祝福你 可以扛更多财物的责任 当你扛更多财物的责任的时候 这是一件的好事 牧师也奉神的名来祝福你 现在 right here right now 今天回去过后 就开始规划自己的财物 阿们吗 并且让上帝参与在 你的财物的计划当中 阿们 今天有没有一些分享 祝福到你有吗 一个人 我们开身来为你自己祷告好吗 为你自己来祝福 为你的家来祝福 为你的财物的状况 为你的孩子来祝福 我们一起开身来祷告来请 祝福上的先生感谢 祝谢谢你到我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祝阿远今天在信息里面的书 祝阿谢谢我们 祝阿我们到够我们的家 你这种领受的神 给你自己的感受 祝阿你们在我们的信息里面 在我们里面的书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祝阿我们看到你们自己 才会的状况 祝阿我们看到我们的家 祝阿我们的喜爱 祝阿他们的怀疑 祝阿他们的家庭 祝阿生日来愿 祝谢谢你今晚 来一个恶福的道路 爱在我们的眼前 祝阿谢谢你 祝阿为你生日跟着你走 祝阿跟着你走 祝阿我们离不去 祝阿谢谢你自身 祝阿你的智慧给我 祝阿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 祝阿祝阿你也要陪伴我们 一起来规划我们自己的 才会的生活 祝阿就向你先上感谢 祝阿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 来对我们说话 天父谢谢你 祝阿我们看见 财富是 你所托付给我们的 祝阿今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 我们看见 耶稣谢谢你 让我们看见 我们是有责任的 这个责任 是要去回应 你给我们的能力 祝阿我们祷告 我要为我的弟兄姐妹来祝福 祝阿让我们的肩膀 可以扛更多的责任 祝阿让我们的肩膀 可以回应更多财物上的 这样的能力 是在我们当中 天父我们也谢谢你 祝阿我们祷告 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谦卑的 我们邀请你 进入到我们生活的 财物的规划 祝阿我们相信 这条路不是我们 孤单一个人走 有你与我们在一起 这条路会越走越好 祝阿我们看见 我们是要多多的领受祝福 并且把祝福 我可以给出去 祝我们要让你看见 祝我们是一个信靠你的人 祝我们也说 愿你信任我们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天父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能力 感动与交通 常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在 在未来的一个星期当中 天父谢谢你 祝我们出我们路 祝阿你看过我们平平安安的 祝阿你照顾我们的工作 职场 你照顾我们的家庭 祝你照顾我们的孩子 祝你照顾我们的学业 祝阿你照顾我们的人际关系 祝阿帮助我们成为那个 把神你摆第一的那一个人 天父谢谢你 对我们说话 谢谢你 这样感谢 祷告跟祝福跟宣告 是奉耶稣的名所祈求的 阿们 我们给上帝一个大大的掌声 祝阿们